我都会建议学生 就是平常多看看杂志 多去图书馆看看 多去让自己的美学素养有一些进步 那我们产品设计的部分 就去把消费者的需求给满足 那因此当我们这个课程开始之前 也会要求学生就去消费市场里面 就近去观察消费者他们的所需 那消费者也比较能够接受 这样的设计师所设计出来的产品 也更容易能够接受 创设系有很多特色课程 课程中将工艺结合科技做创新 让同学们丰富设计素养 那在文创设计的部分 其实我们系上提供了很多的资源 包括像是在石座基地 然后用工厂 那这个部分呢 就可以让同学们 从透过石座的方式来对于材料认识 所以在课程设计上 其实我们有像我们的 金工设计的课程 数位金工设计的课程 学习金工的一些技法 然后去达到自己的 比如像是饰品啊 就是像是耳环啊 项链啊等等的部分 具有一个基础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能力 那未来要解案 还是要实行工作都非常容易 要怎么靠创意吃饭 是一门大学问 但透过业界师资与企业实习的训练 都能让同学成为专业设计师 一个产品设计师 他不仅是只要学习产品设计 热于对设计有一种热忱 那因为有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设计的使命之后呢 他的确可以把自己的工作当饭吃 身为中南的学生 他应该更了解创意的本质是什么 创意的本质是认识自己 关心别人 那另外一块呢 就是加强他的专业的职能教育 那这一块呢 因为我们系上有比较妥善的 所谓的业界实习 还有业师协同 所以为什么说我们系上的就业率呢 高达80%以上 八成以上 新一代设计展是正式成为 设计师前的重要门槛 每年皆有50%以上的同学们获奖 在产品设计类跟文创类的部分 在新一代的设计展 我们入围数就已经是全国的前三名 我们虽然是一个比较新兴的一个科系 可是慢慢已经有回馈的效应了 像这几年就有蛮多的学弟妹啊 因为学长姐的帮忙 甚至成为正式的该公司的设计师 那这个部分都是我们系里面 在希望陪台湾的设计走一条路 在东南创生系里面 老师除了教我们3D建模 还有平面设计这些基础的能力之外 那还有就是我们所谓的点子 关于设计是在生活每个角度 其实基本上都会有的 有一些细节可能是职场不会教的 但是学校会把你的基础打得非常的好 那在这边是你想学的是一定都学得到 在设计里面需要很多的就是点子 对 然后就是在应用在工作上面 有些点子是非常好用的 就非常感谢老师们给我当地的能力 东南创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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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的未来充满创意又能力 那么多年